租售并举政策频出 我国房屋租赁大时代真的来临了吗 租房收入比 这个是很关键一个数字 我们给你举几个简单数 北京是48 上海基本上是在42 我们对标一些发达国家 德国27 新加坡在30左右 这个是一个健康值 在长租公寓和商品房租赁当中 其实存在一个公寓缺口 就是没有市销对路的 长期居住的居住类租赁产品 我相信这个是国家 对于未来租赁住宅的 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国家队和民营队同台登场 是竞争还是竞和 上海现在基本上都是国有 全部国家队对吧 到今年年底 我估计会有名字来进入 那名字进来就是价格不一样了 价格一样啊 就是你举盘 你算得过来 你就做这个事 我的意思是租金可能不一样 租金是这样 它对于国有来说 我们是控制的 对吧 国有是管理的嘛 对于民营来说 原则上你能租赁掉 那你高就高呗 对吧 所以正常就有选择了嘛 是吧 作为上海的第一家 国营租赁品牌 如何面对白热化的市场竞争 楼洞多呗 三百多栋楼 三百多个点 随便哪个互联网公司 汤一加三百 那就钱就来了嘛 是吧 就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里面有咖啡业菜 书巴业菜 什么的一堆 然后通过集合的服务 来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这种 这种这种 这种更生活配套的这种 富富度 材质对话 由东航云景东方冠名播出 8月17号早间 时任我爱我家副总裁的胡锦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以自如蛋壳公寓为代表的 长租公寓运营商 为了扩大规模 以高于市场正常价格的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 在争抢房源 完全破坏了正常的房屋租赁市场 有媒体将此解读为 胡锦辉炮轰 长租公寓推涨房租 这番出自知名中介公司高管的话 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风口浪尖上的租赁住房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本期财质对话 我们邀请到了 上海最大的国营租赁代表 上海地产集团旗下的 住房租赁品牌 陈芳的CEO郑华 以及西里老辣 游走于地产界的 业内专家陈立明 一起来为你揭秘 欢迎收看 由东航云景东方 冠名播出的财质对话 本次节目 由地中海邮轮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 这个租赁住房 在那么多的政策和细则 推出之后 对于我们这个租赁市场当中的 长租公寓 租赁住房 您在这个土地供应上 能够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其实大家要理解 就是这个租赁住房 这个新名词 其实这个词是个新词 正常情况下 在15年之前 其实没有这个专有名词 只是从15年之后 我们才新增土地供应上 有了这个专有名词 叫租赁住房 然后它这里面规定 是土地性质叫RR4 然后70年不可销售 就这么一个性质的土地 然后这个是怎么出来呢 是跟中国的这个整体的 叫住房保障体系有关 国家的住房保障体系分两类 第一个叫产权型 产权型就是我们 基本上看到的商品房 和就是企业所有的这些 就厂房类的 叫自产房 它是以产权性去存在的 你可以通过产权的获取 来获取这个居住的这个体系 这叫产权类 第二个呢叫租赁类 租赁类呢 其实以前很多 像人才公寓啊 什么洞签房啊 保障房啊 然后还含了我们现在 其实商品房的这个租赁 日常的这个小业组 商品房租赁 还含有现在大家 就是兢兢乐道的 所谓叫藏租公寓 是吧 这个体系 以前是这么一个格局 但是就是在政府呢 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类 就叫租赁住房 它有别于两类 第一个呢 有别于这个藏租公寓 藏租公寓是个什么状态呢 藏租公寓第一个 它是个短租行为 虽然它叫藏租啊 其实行业里面 有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统计啊 以国有口径的这个统计来说啊 现在的大部分藏租公寓 它的租期平均 都是在9个月左右 一年都不到 大部分它不是住宅类的出租 大部分都是工业 这个商业 或者是这个办公 转性 或者是改变使用用途 把它做成一条件一条件 对吧 做了一个二房东 对对对 重新改造一下 然后出租给这个社会 作为一个居住功能 它本身它的这个产权性质 是非居住类 但是它改造成居住类以后 它的问题就会出现很多 我举个例子 它很多都不能通煤气 对吧 然后这个这个卫生间厨房间都不是明的 你的生活环境是相对不是那么那么好的啊 所以导致了一个很很现实 特别在一线 就是说单价是低 可能一千块钱 一千万块钱就能住了 但是大部分年轻人进去的第一天 我们统计就是第一天啊 第一天就想着租进去以后说 哎呀我要赶快找个工作 找完工作干嘛呢 在公司旁边找个商品房租人 所以它本身这个供应的形式上 它就是个短租行为 它长租公寓是长租公寓 叫长租公寓 但是不解决长期居住的问题 它有特性导致了 得放率啊各方面都有问题 对吧 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就是所谓叫商品房租赁 对吧 商品房租赁就是所有小业组 这个它就类似于黑宗介是吧 然后不稳定 所有小业组都想卖是吧 不稳定 然后还有一个啊 特别在北上广顺 那就是杭州啊 这种一线或者特一线城市 存在了这种问题 就是说基本回心偏大 因为现在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都很高 大部分的房子都好窄化了 大部分去买这些房子的人 大部分是改善型需求 不是刚需 刚需都在郊区呢 对吧 市中心的房源大部分都是都是舒适型 就你要买三房四房 乃至于一房一厅 可能你要买个什么六十平方 八十平方的是吧 是舒适型的啊 所以导致现在的新增供应量里面的 一线城市的所有的这些商品房 租租型的啊 这种个人房源商品房 户型都很大 户型很大 势必单价高 像我们举个上一例子 古北 古北现在可租租的 平均的这个户型 基本上在一百一一百二左右 基本上是小两房 大概是这么 那它租金有多少 租金差不多在两万五以上 你选的是优质地段 对对对 你可以选选比如说杨普啊 杨普现在是 我给你举 也是我们实际调研数据啊 也算核心区啊 但是相对偏一点啊 他们现在的基本的 这个可租租房源 基本上在九十左右 它基本上呢 大部分在八千到一万二 租房收入比 这个是很关键一个数字啊 我们给你举几个简单数 北京是四十八 上海呢 基本上是在四十二 然后深圳呢 差不多在四十五 大概这个 我们对标一些发达国家 德国二十七 新加坡在三十左右 这个是一个健康值啊 我认为是个健康值 上海都高了 这个主要问题在哪里 主要问题是 没有合适的房源供应 因为刚刚讲豪宅化 单价高 你租个房子 它就这么大 就这么贵 这个在长租公寓 和商品房租赁当中 其实存在一个供应缺口 就是没有市销对路的 长期居住的 居住类租赁产品 来供应市场 这个是 一直都是 这个社会的痛点 但是前两年 为什么不做呢 对吧 我们得回到 为什么没有 它现在就有了 第一个 整个的中国的 这个房地产 还在发展当中 它没到那个点 现在 大家开始盖帽子 是吧 房价不能涨 前面房价还是继续涨 今天开始涨 房价不能涨 那到这个点 它就得通过新的供应 来抑制房价 它如果没有新的供应 它房价还得继续涨 如果你市中性 还是供的是商品房用地 对吧 那房价该怎么涨 还是怎么涨 所以现在是时间点到了 对 时间点到了 所以国家开始做 这个政策的变化 来提出来说 叫租购并举 然后提供 长期稳定的 居住型的 租赁型的房源 来提供 所以这个就是 租赁住房的 这么一个特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讲到 这个东西核心 要解决怎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 非常多的人 特别关心的 其实什么问题 就是解决 稳定居住 然后稳定房价 我们先从租房子的痛点出发吧 我相信租个房子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有多困难 因为市场上很多零零散散的小业主 你要找到他不容易 当然是通过中介 那要付佣金了对吧 碰到好中介就算了 就是黑中介 你还被人家黑了 其次呢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姑娘说 你不买房 我不嫁给你呢 因为他没有长远的打算 现在我们租房子都是一年 顶多租个两年 那你说这个老婆在家里 她怎么去装修 怎么去变成自己的安乐窝呢 那女性在家里 如果没这个稳定的想法的话 男人也没什么好日子 所以也造成为了结婚要就省钱首付或者六个钱包 就无论如何买到房子 可是社会上不一定是人人都需要买套房子才可以生活或者才可以结婚的 在世界各地很多发达国家 很多人都是一辈子租房子 还蛮好的呀 那这个痛点怎么解决呢 就是通过新的政策 它带来的一种新的游戏规则 就是租房子我可以租长远一点 业主变化少一点 而且呢 因为有规模 这个总体的成本可以下来一点 业主呢 就服务态度也会比较好一点 租房子的那个感受提升上去了 那么女性安乐了 男生了也没那么苦了 我相信这个是国家 这个对于未来租赁住宅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就从这些痛点来解决的 从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来看 明确十三五期间新增供应租赁住房70万桃 租赁住房用地1700公顷 在上海计划工地总量中占比达到了31% 而从首宗截止到2018年的5月31号 上海供挂牌成交租赁住房地块 共计32幅 均为国企宅得 另外上海政策允许商办物业转型 工业物业转型 类住宅盘活 为租赁住房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房源渠道 那么作为上海房源供应量最大的国企租赁品牌 成方又有哪些新亮点呢 所以你举个例子吧 你的典型的户型是什么样的 现在其实还是百华起放的阶段 但作为上海地产城方来说 我们在上海肯定供应量上 我们目前还是排老大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把我们的汇区段基本上是 相对是标准化的 我们基本上三段 就四时六时八时三段 是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四时呢 基本上是标准的一房一厅 然后六时是两房一厅 八时就三房一厅 这是三档 然后第二个呢 所以你的第一档的卧室是多少 我们基本上是在六平方左右 其实六平方是什么概念 六平方就是放下一张一米五的床 加上一个柜子 两面贴墙 六米 当然是一面贴墙了 怎么会两面贴墙 不会两面贴墙的 还是 但是这个是我们一直很纠结的 然后我在当时 因为我是设计师出身 对吧 我在所有房子就一个要求 你不管怎么样 跟我放下两个床头柜 所以没有两面贴墙的这个户型的 我是从三面贴墙的相当来的 是吧 我们没有两面贴墙的 六平方足够做一个 做一个就是一米五的两个小柜子 带一个小衣柜的这么一个房子了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这是一个类似的客厅 客厅 现在国家的标准是13个平方 13平方也很大 你要付13个平方的这个租金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10平方左右 减了3平方 那这样子呢 同样的提供同样的这个 就是你的居住 居住使用的功能的话 你的面积要小于 现在的社会的商品方供应 那这样子毋庸置疑 你单价就低嘛 对吧 但是单价低不代表品质不好 怎么叫品质好呢 我们把独享跟共享分开 付租金的是你独享 就是你在套内这些缩小的面积 对吧 你是自己用的 你是要付租金的 对吧 但是把这些面积不是说就没了 把这些面积全部拿到公共区域去了 就类似于像我们会所啊 这些地方是吧 所有人的家里的两平方拿出来 加在一起 那可能就是2000平方 除了会所之外 还少了什么功能呢 这房间里面 房间 它功能都不少 我们说独享功能都不缺 只是独享面积减少 就是类似于卧室 本来你可以 你的卧室是按照 九平方设计的 其实你六平方你就够了 你付的是六平方的租金嘛 对吧 但是你称下来的那个三个平方 拿到公共区域去了 变成了你的共享客厅 变成了你的公共咖啡店 变成了你的这个 这个会所 或者是 那那些要额外收费吗 它有 当然不是百分之一百不收费 当然有些地方是收费 有些地方是不收费的 这样子来 毋庸之一来提高了 整个这个 就是社区的这个服务的能级 因为对于 普通的住宅标准来说 就是一个正常的商品房小区 大部分的开发商都为了卖房子 对 所以它会把公共区做得很小 正常来说 它基本上是在5%到8% 就是整个的这个小社区 就不止 大部分会说 就时间推移下去 就会烂掉 对对对 它很小 这是卖房的逻辑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希望它的这个服务能级要更高 我们现在有的是做到10 乃至于有的做到15 那你这个服务能级提升以后 你在里面 你实际享受的这个 这个服务面积是增加的 但是你付的套内租金是减少的 这就能做到 大家一直挺关心的 就是说 怎么更低的租金 更多的享受 对吧 就是国家在这个里面 它有非常的规划条例 各方面来指导它 当然我们作为这个 主要的这个推进的这个执行者 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的标准小区里 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这样子使得老百姓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可能同样的租金 对吧 他可能生活条件 他就得以提升 那么40平方租不到钱 我们平均啊 上海平均基本上是在 五千不到一点点 当然我们也有 也有这个 类似于浦江镇的 今年我们浦江镇就要退出了 浦江镇的 那当然也市中心要贵一点 那你说一个低头 说一个高头吧 类似于浦江也有三千多的 三千多的四十 然后类似于中心城区 像古北啊 常宁啊 我们基本上也要到八千多 四十平方 四十平方 也要到八千多的 因为 八千多的话 一般的出租的市场 应该也能够租到七八十平 是这样子的 它要看你怎么个配置 类似于老公房 对吧 老公房的确能到 四五十 但是啥也没有 对吧 而我们是 新建类小区 像这样租的 这个租客 它有这个资格限制吗 租赁住宅本身 它就是全市场化的 没有任何限制 那人比房多呢 肯定会人比房多 那要摇号了 不一定摇号吧 它肯定有非常多的 这个 就是管理机制 例如像 我们有一些房间 当然不是全部啊 可能市中心一些 特别特细缺房 就是可能一比三 一比五的 就是一个房间 五个人排队的 对吧 那怎么给你 那我不能说我涨价 就不现实 国家它也不能让你随便涨 但是它就开始要有 不同的资质的排序 但是我们不会用价格来排序的 我们会用资质来排序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排序 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们现在在跟上海市 差不多将近 一两百家的大中心企业 签这个就是平台合作 因为我们对政府来说 我的资源拿出来 我应该服务于社会经济 对吧 然后怎么认定服务人才 我认定不了 我怎么能知道这是人才 企业能认定人才 就企业说这个是人才 那我就服务它 那企业有分国企民企外资 都含的 都含的 然后它在我们体系有不同的这个管理跟积分体系 就是类似于你多少利税之上的 对吧 你是什么样的积分 然后你的员工可能就比人排在前面 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那有好公司招人比较容易了 对 那我们不就是希望 希望这个好公司招到更好的人吗 那比如说这个他的收入啊 他是不是结婚了呀 然后在上海工作了多久啊 这些都不是 他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他的这个就是工作多久 应该不在我的序列里 然后已婚未婚也不在我的序列 这个公司的这个收入水平是在我的序列里的 为什么呢 那我工资越高说明你越是人才嘛 对吧 呃 加的税越高 对啊 那你受的贡献多啊 那我肯定往前排嘛 这个这个是逻辑 我们基本上就这几类啊 大的几类 就第一个是你的呃 就是工作单位 给给你的这个所谓叫授权也好 你的支持也好 所以我跟我一般优惠都会给企业 我不会给个人的 对吧 我认定你这个人能便宜 是我给你企业 然后你你公司说 哎这是我员工 对吧 然后你就得到优惠 所以你这样子你跟你公司就就有关系 你就不愿意走嘛 是吧 然后把上下就留人了嘛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工资水平 你的工资水平越高 当然我们不是超高的 我们超过20万之上 基本上就不太享受这个 一年一个月 一年一年一年 20万之上 我认为跟我20万 就是之下的这些人 他应该不享受同等待遇 因为20万之上 你其实能付一下呢 我需要留住的人是10万到20万 这个区间的这些人 你在这上我不给你折扣的 但是你在20万之下 10万之上 我倒反而给你折扣 因为这些人是 换句话说 我是在帮你 对吧 社会资源 我就是从政府逻辑 就是社会资源 应该供给社会贡献最大化的人 然后能留住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对吧 它应该是这么一个基本逻辑 所以这个我们可能通过 房价本身的折扣 通过这个你的优选权 然后来锁定一些人群 让你更稳定的能够留在上海 那要是还是不够用的 对不起啊 还是不够用的 肯定不会够用的 对 就我排的线套了 同等的那个人群 优先了A级的都不够用 对 是 它肯定不够用 因为国企永远是 它会做引领作用 但它永远不会承担 100%的所有供给 那就变保障系统了 所以类似刚刚刚讲的 这个1357线上海要供给 70万套 对吧 然后我觉得最后 国有也就在20到30万套左右 它不会全部做 如果全部做就变保障房了 对吧 它就不是一个社会租赁房了 对吧 应该吸引更多的民营资金 和民营机构 来做同样一件事情 然后当然这个里面 它就得有一些规范 类似于像国有现在先做 像上海现在基本上都是国有 全部国家对对吧 到今年年底 我估计会有民资来进入 那民资进来就是价格不一样了 价格一样啊 就是你举盘 你算得过来 你就做这个事 我的意思是 租金可能不一样 租金是这样 它对于国有来说 我们是控制的 对吧 国有是管理的嘛 对于民营来说 原则上你能租得掉 那你高就高呗 对吧 所以正常就有选择了嘛 像我这儿 对于一个人来说 你必须要是 国家需求的人才 所以你就排我这个队 对吧 但是你排不上嘛 怎么办呢 特虚门证了 这当中对民营带来挑战 还是不小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不一定是特虚 特虚好像把人分档次 应该不是 应该是对这个社会 更有贡献的人 享有社会 更有贡献的私人 这么说吧 就我租金高一点 那我提供的东西 也好不一样嘛 对对对 装潢啊 什么会所啊 都可能当时不一样 其实也是个细分市场 是是是是 看非国家队 然后看长租公寓 你们觉得哪种模式 走得更远 你如果是酒店是公寓产权 政府永远都会让你 继续经营下去 因为你登记 就是酒店是管理 对吧 你该身份证登记 该怎么样都有的 对吧 但是呢 你某种意义上 你不享受 同等公民权益 那你这个 如果你的逻辑里面 又有这个又有这个 然后你的服务系统里面 说你都享受 城市的同等公民待遇 你怎么享受 没法享受的 所以这个逻辑 就有问题了 自从2015年 国家支持鼓励 租赁住房的发展之后 各大派系的长租公寓 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 开发系的曼科伯玉 龙湖冠玉 中介系的炼家自如 世联红谱 互联网系的魔方 油家公寓 酒店系的成家公寓等等 2015年 长租公寓的门店 增长率不足15% 而到了2016年 增长率接近35% 而2017年 已经到达了40% 风口之下 各路玩家都想占据 长租公寓市场的先机 但是不同的业态 也正在面临着 不同的挑战 在这个行业当中 如果看非国家队 然后看长租公寓 你们觉得哪种模式 可能更健康走得更远 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 我站在我这个角度 因为我原来也从明英过来的 对吧 是上华企业来的 我觉得明英未来 可能他选择的路径 不会太多 他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呢 就是然后回去做他的 就是服务室公寓类 就回到原本的那个逻辑 就是他们现在 就类似藏租公寓 它其实是往住宅靠了 对吧 就里面谈资产 谈很多很复杂的这个逻辑 所以他应该回到原位 原位呢 我觉得像陈家 这一类 像华筑这一类 我觉得这个类 他未来会 应该会正常发展的 因为他本身做的 就是短足类 虽然他是有的时候 是按三个月 四个月签的 但是基本上还是 就是酒店业的延伸 还是服务室公寓类的 这种产品 逻辑也没有问题 他的资金来源也没有问题 他的本心还是在管理 还是在管理端 所以这个肯定是 对吧 没有问题的 但另外一类呢 就是比较乱 也没想明白的 对吧 就是他既做了这种 短租的这种 这种隔小间的 这种服务室公寓类 他又去做了这个 租赁厨房 然后把两个系统 合在一起 这个就会发生一些偏差 偏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未来一定是个规范市场 我们举 我老给人家举一个 基本的一个逻辑 就是你如果是 酒店是公寓产权 政府永远都会让你 继续经营下去 因为你登记 就是酒店是管理 对吧 你该身份证登记 该怎么样都有的 对吧 但是呢 你某种意义上 你不享受什么呢 不享受 市面上讲的 叫同等公民权益 因为那个房子是公共的 对吧 你不是个人产权 所以你去读书 它不行吗 对吧 你就租个酒店 你说我要读书 这肯定是不行的嘛 它是一个 就是满足一个 短期居住行为的 对吧 但是你租商品房 商品房的业主 它是享受社会配套的 对吧 你固定居住 你就可以享受 那你这个 如果你的逻辑里面 一有这个又有这个 然后你的服务系统里面说 你都享受 城市同等公民待遇 你怎么享受 没法享受的 所以这个逻辑就有问题了 所以它 要么往A 要么往B 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往后走 后走以后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市场要规范 市场规范 有几个表象 第一个 你如果有一套住宅 原则上你是不能在住宅里登记公司的 对吧 住宅产权拿几乎登记公司 不可以了 那同样 你去一个商办楼住着 哪个产政商办楼 你到房地区说 我登记 登记入住 然后我要小孩上学 他怎么会给你呢 他不会给你的 所以 现在有一些打擦边球的项目 对吧 未来是 不能合法登记的 所以同等 他就不享受 我们讲的这个所谓 市面上 叫租购同学也好 对吧 这种社会福利的 他享受不了 对吧 所以这个市场 他就会分为两端 对吧 都是合理的 一个是酒店业服务 短租的 对吧 一个呢 是住宅类服务 合法登记的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可以居住的产品 登记的 合法租赁 对吧 它是一个这么多 所以呢 像前面有一些 这种 原来二房东呢 赚差价的 那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房东也不愿意变性 对吧 你当然愿意变嘛 是吧 但是房东要变性 房东要交钱的 对吧 房东要提供很多 条件的 类似于你变完性 你所有的环保都得改 对吧 你的所有的外力面 都得调整 要求要达到这个住宅标准 那要投非常多的钱 那是不是 他还愿意让你 用现在的合同管着 这会发生一个行业的颠覆的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未来可能在民营端 他就得想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毋庸置疑 类似于大的企业 类似于像万科 碧桂园 龙户 对吧 这些 他们现在已经慢慢地意识到这一点 大部分现在出来的就是 今年类 今年大部分 去获取市场 都是规范市场的 对吧 就有几类 第一类就是明确 他可以做住宅的 就类似于上海的307项目 就是未来你是要变成 这个阿四土地的 他就做了 那肯定没风险嘛 对吧 第二个就是政府认定 你是可以做的 也可以 像上海有两条通道 一条是变性 对吧 一条是叫代理金属合法经营 还有一些是国家立项的 对对对立项的 就允许你做的 那他合法登记的 对吧 像这种都规范 但是以前那些乱象上 其实会存在非常多的风险 现在呢 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坚决度的问题 就是业主方 就业权方 和经营管理方 两个诉求 是不是能达成共识 如果能达成共识 那我觉得 这些资产 都可以合法的 变成一个后面的路 如果达不胜共识 就开始分家了 对吧 换句话说 您刚刚所说的合法不合法 可能不能用这个来界定 而是去界定说 我愿不愿意付出相应的成本 来做这个改性质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呢 我的这个管理方 我来进入的时候 我已经完成了这个 我该薅的羊毛都薅完了 对对对 然后我就正常的 开始长我新的一顿羊毛了 是是是是吧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老陈呢 郑总刚才用的是土地性质来分 一个是珍贵的住宅 一个是非珍贵住宅 我倒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民营的基本上也是两类 一类它获取的是通过租赁 获得房源 另外一类呢 通过买 对对 对吧 这两者的差距在哪呢 租赁下来的就是阿房东 阿房东转差价 差价 这差价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他早晚会死的 除非他就做成规模了 又品牌了 而且服务啊什么的 人家都认了 是你这品牌我就来了 哪怕贵一点 这是一个 二个呢 就是羊毛出身上 牛买单 我是表面上是做这个租赁的 可是呢 我是获取大数据的 然后呢 在那些租户身上呢 在动脑筋 赚其他钱的 或者把他们打包 卖给人家的 这个是另外一种玩法 但是无论怎么样 都必须要做出规模 对 所以到最后民营的 通过阿房东的方式 获得房源的 基本上小的会死掉 或者被冰掉 慢慢这个社会上的生产 还没几家 然后通过买房子来 做这个租赁住宅的 这是另外一个玩法 因为我的产权 有个五十年七十年的时间 我可以慢慢玩 我也不差那么一点点时间 而且这点租金 对我来讲 百分之三四五 不得不得了了 可是房子的土地增值 才是真正对我的那个商业逻辑是最有价值的 我可以不卖这房子 但是我可以打包商市啊 或者是通过REIT啊 ABS啊 来我的银行去融资 做优质资产的一部分 对市面上也的确已经出现了这一些 就多个物业 捏在手上 然后收租的 这种业主 也是最后有规模 然后通过 该提升的提升 那么他们呢也是 跟国家队啊 是一种补充 补充 对 毕竟我可能因为限购的原因 我不能买房 或者我的确是不想花这个钱在上面 我去旅游不行吗 这个钱我就是想省下来 我就想租房子 那有没有好的东西我可以租 我不一定要租个四十平米吧 我要个八十平米 一百二十平米 可以吧 市场上也应该有这个需求的 是 对于普通的租客来说 无论是长租公寓 还是租赁住房 其实它的使用价值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运营方来说 长租公寓和租赁住房 却有着非常核心的区别 租赁住房 它有政策上的扶持 对于银行所给出的利率 也有相对比较高的优势 同时它还有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 这些都是它的优势 今年的一月二十号 上海最大的 国有独资房地产集团企业 上海地产 正式发布了上海首个 国企租赁住房业务品牌 成方 与此同时 上海地产集团还宣告 与临港集团 建设银行 国售深入基金 中信证券 中国通福 阿里云等二十多家企业 组成租赁住房建设运营生态 合作联盟 当前 成方已经在上海六大核心区 布局了二十个租赁住房项目 二十个项目位于谷北 洪桥 大陆加水 张江 世博等黄金区域 总建筑面积约105万平方米 建成后可供应两万套以上的租赁住房 那您现在这个年底要推出这样一些项目 您的这个营收算过一本账了吗 我们国有现在这本账目基本上都是 我们叫国有资产增值保值 大罗讲增值保值 增值就是说原则上你的资产不能流失 只要不流失原则上土地都是增值的嘛 对吧 第二个就是保值 保值就先一流为正 你贷款的 不会流亏的 肯定得挣到 没有亏要关门的 国有资产现在在上海的贵 基本上叫三年关机并转 就三年付盈利就要 这个公司要注销的 国有是不能亏的 所以它基本上都会略为盈利 但是它如果它要完成这个 就是政策性的这个平易要求 它就让你盈利少一点 它如果觉得 哎呀我现在市场压力大 那我变成一个财 就是财岁的一个收入口 它就希望你 那你就放开来租金上 对吧 就这么一个平衡期 国有现在在做一些事 就是说特别是上海 我们整个国有体系 我们也在做混感 像我这个公司是吧 其实是个混感公司 就是说虽然是国有大背景 但是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民营 然后我们来的人也基本上是市场化的 薪资也是市场化的 什么都是薪资 你们就有民营的基因 对 它叫我们叫什么呢 叫用资源换能力 我一直在国有国有国有国企很多会上 我说资源换 国企有什么 有资源 我们举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 类似于我有大唐 但是我原来 我就是我上海 我们现在差不多有二三十个项目 对吧 遍布了最时钟性 最豪华的地方 然后这些大唐原来 如果我敢就像您说的 我得请个保洁 请个保安 请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我成本高吧 肯定很高 那我不如类似于跟陈佳 或者跟谁 做个异议合作 对 你提供所有的保安服务 然后我就付你钱 然后我的效能大幅度 大幅度就降低了 这就是互联网能力 让他们用管理输出 对 我用我的资源换了你的 对你来说 哎呀 你一下子不拉二十个点啊 你的估值啊 什么都高了 对吧 我对我来说 我降低了成本 这种有很多 我们现在在 我们的体系里面 就是陈芳的确在这上面 我们说实在 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其实走的还蛮前面的 我们自己做了 我们这个 我们自己下面一个独有品牌 叫陈芳糖 陈芳糖是什么概念呢 它是所有的楼栋大糖 以楼栋为单元 就是我们每家每户回家 对吧 都有一个大糖 那大糖有人吗 没人 没有租金 对吧 而我们把所有这些大糖 都变成了什么呢 都变成了咖啡店花店 然后一夜合作的 就是我们只是管理人 然后所有人进来 然后我们的大糖里的员工 就是保安 保洁 前台 就是花店的 卖花的小姑娘 我第一个 保安没有了 对吧 保洁 可以联动合作 他少了他的家 就少了我的家 是吧 然后前台 就是卖花的小姑娘 他一个人 能一个月多 基础工资 多三千块钱 他为什么不乐意呢 你说卖花 他一个月能卖多少 三千块钱 卖花的钱 三千块钱 我给他的服务费 加在一起 六千块 他觉得很好了 而我要雇个人 我没有五千块雇不来的 他也就干我一样事 这个就是混合业态的好处 那我有什么呢 我有什么 我就楼栋多 我们现在上海 差不多将 全部算完 差不多三百多个楼栋 三百多栋楼 三百多个点 随便哪个互联网公司 汤一加三百 那就 钱就来了 是吧 就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里面有咖啡业态 苏巴业态 什么什么一堆 然后通过集合的服务 来提供老百姓的 这种 这种更生活配套的 这种分布度 所以换句话说 这事儿如果 这个国家队不擅长 或者国家队 觉得这个成本太高 我就找人 擅长的人来做 来做 那有可能总体转包吗 不太会 比如说 就让万科的博弈来 帮你管了 整个楼盘 对对对 可以用酒店管理的思路 不太会 为什么呢 它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业合作 就是委托经营方管出去以后 你的整个盘子的掌控权 其实已经完全剥离掉了 剥离掉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无庸置疑 我们希望做的是 我一直在说 就很多人 可能再过半年 很多人都会讲这句话 叫上海居住权服务 什么叫上海居住权服务呢 其实上海 你不应该只住在一个地方 你既然没有选择 买一个房 在一个地方待着 你就应该上海 每个地方都合适你 你为什么要在一个地方待着呢 流动起来 你才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上海 我一直叫叫职住平衡 职业跟居住要平衡 一直流动起来 所以我们一直讲叫居住权服务 什么叫居住权服务呢 你跟我签的约 不是基于古北的一套房 而是基于你五年 在上海的租赁 你看 你应该跟我签掉 然后我提供所有房源给你 你愿意在古北待着呗 然后统一我帮你服务 帮你做管理 应该这么 所以在这个为基石的逻辑上 我就不可能把营运权交给别人 对吧 我得在自己手里 可能我还想把他营运权拿过来了 对吧 应该是这个 然后我们在上海 现在差不多20多个点 30个点不到 我们6个区都有点 那我们现在完全在自己体系 我就可以讲 6个区任意居住 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样子呢 其实未来提供的这个平台服务 就会更广阔 但是我们不会聚焦于 单项能力 单项能力不是我的财 对吧 如果对于地产来说 我们我估计我们在五年 应该能有50万人 就50万人住在我的社区里 50万人都 就是事物中毒 就很可怕 而且这个50万是非常精准的 对 这个同一类人 对 当你这个管理规模上去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风险 我们看的不是利润 利润它不是那么那么重要 对 风险是 这句话真心吗 真心 就是国有它不太会太讲 它讲的是固的 服务固的 这个跟民意还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在管理的安全度上 可能某种意义上要求会更高一些 类似于蔬菜供应的安全 或者各种各样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 下游衍生会非常长 像我们现在在崇明 我们有蔬菜基地 未来我们的核心供应 不是用别人的供应 我就用自己的供应链 然后不能说都供了 但是你至少日常的纤苏 可能20%左右的量 就我直供的 我自己贴这张牌子 那你就安全度就高嘛 对吧 但是我不可能说 我把所有人都服务了 这不现实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门槛 有这样的标准 未来别人也可以用 为什么不是做事 那在那个部分 我该怎么赚 怎么赚钱怎么赚钱 我那个不是我的功能 对吧 管理功能是我的功能 管理以外的功能是我的利润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的利润 就不在这个5%啊 7%的这个管理范围内 那我该高高 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 这个当下的大环境 已经是在一定程度上 是抑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 因为有配套的租赁的住房 同时呢 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 在慢慢的 可以说是把舵 这个船开向哪个方向 需要这个舵手 好好地去指引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说 在5年10年之后 根据这个市场的变化 国家队也好 民营队也好 能够亮出自己的 这个拳头产品 真正的能够帮助这些租户 能够居其所物 在前期接洽的时候 我们提出要求 我们希望能够拍摄 整个小红汽车 不仅仅是外观 同时还有内饰 但是呢我们遭到了拒绝 没有到达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如果我去把这个技术展示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 它是一个六十分 或者七十分的技术 换句话说 您现在的技术 还不够成熟吗